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网友爆料 该负责人的名叫做郑冰彪 是海系传媒集团创始人经纪人影视投资人 在郑冰彪的职位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公司里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看完这个爆料后甚至有网友感慨 一起来看都不难 某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爆料 郑冰彪在浪丁的CP超话已经持续三个月 郑冰彪从查询记录上可以看出 他已经连续签了99天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清风彩的白纸 根据这一数据呢 郑冰老板对浪丁CP实在是十分上心 可见超话中的郑冰彪跟郑冰都是同一个人 他的头像呢是完全一致的 头像的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V子 点开这个账号后 也会自动跳入郑冰老板的微博账户 此外还有网友发现 郑冰彪在郑冰微博上签了1155个字 之后他的名字也被加上了铁粉的后缀 并在超话当中贴出六篇博文 必须要说明的是 郑冰彪对郑冰这个艺人显然很重视 看到这则爆料后 不少网友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 网民之夜不能在一起很难收场 还有人说郑冰的上司也看过山河令的原著小说 尽管如此还是有网友说 浪丁超话之前是剧粉的超话 所以郑冰老板签到的应该是山河令超话 在这些评论当中呢 网友们的观点还是存在一些分歧 但郑冰的上司连续在CP上签了字 而且还在郑冰的超话里签了1000多天 这就足以证明上司对郑冰是多么的重视 此外呢 这名标还时刻关注着郑冰的工作室账号 实在是出乎意料 毋庸置疑山河令实在是为郑冰张哲瀚等人 带来了不少的红绿CP 而且两人还成功的凭借这一部影视剧走红 一方面说明山河令的剧情制作很不错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二人显觉的完美契合 实际上这个行业当中呢 不少致命人士都曾经谈到过朗丁CP 编剧刘方在流利当中曾经发微博感慨 自己磕CP圆满 那时他还在拍摄一张照片 而照片里呢 他正在观看网上的山河令演唱会 这次又有网友爆料 郑冰上次在海丁CP超话签到三个月 实在是出人意料 在99天的时间当中 他还签署了一份长达九页的中文协议 郑冰老本啊都被怀疑是成瘾了 也难怪会有网友大惊小怪 不在一起啊很难收场